很久没有出显卡推荐的视频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两点 那第一点呢就是如今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显卡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也真的买不起 那不过我今天推荐的显卡呢 在座的各位肯定都买得起 那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两张卡呢 分别是索泰的GTS450一G 以及蓝宝石的HD6770一G 那他们目前的售价呢都在100元左右 在这个价位的显卡呢有很多 其中就包括一些性能不错 甚至是优于这两张的 比如GTX260GTX260加 但考虑到功耗发热以及接口等多个维度的因素 最终的话我只买了这两张 那既然是两张卡 那肯定也是得分个胜负的嘛 GTS450HD6770 那到底谁才是百元最强过渡神卡呢 首先这两张卡的满载功耗都在110W左右 仅需一个6PIN的独立供电 就在一堆老卡里算是功耗非常低的了 我们测得这两张卡在满载状态下的温度都不算高 那GTS450的满载温度在70度以内 HD6770的温度稍高 但也在75度以内 并且两者在满载状态下的风扇转速都只有50%多 噪音呢都不大 另外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接口 这两张卡均有一个HDMI的输出接口 那有HDMI它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是意味着高刷了 可能很多人认为只有有DP接口的显卡才支持高刷应率 但实际上只要有HDMI接口那就是支持高刷的 只要你的显示器支持 那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两张卡的高刷呢 好像还有点不太一样 那首先是这张GTS450 我们在桌面右击打开英伟达显卡控制面板 找到左侧的显示 选择更改分辨率 点击自定义 点击创建自定义分辨率 找到这里的刷新率 把60赫兹改成120或者144赫兹 那这里的数值千万不要超过你显示器支持的最高刷新率 那改完之后呢 点击测试 接着保存 此时再返回分辨率选项这里 那就多了一个你刚刚自定义的144赫兹的选项了 直接选中应用 那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体验高刷带来的快感了 那接着的话就是这张HD6770 那很遗憾 这张卡呢 它并不支持自定义分辨率 但是它也是可以开启高刷的 只不过要牺牲掉一部分的分辨率 实测这张卡最高在我们的1080P144赫兹显示器上 最高可以开到120赫兹的刷新率 但需要将分辨率降到1024x768 这可能对部分fps类的游戏来说影响不大 但对绝大多数的游戏和应用来说 确实是开了还不如不开 那所以在高刷方面的支持呢 这张GTS450还是要更胜一筹的 参数上这两张卡其实都差不多都是40纳米的工艺 都支持DX11 两者的显存都为GDDR5一G 显存位宽都是128bit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GTS450呢 其实还有一个GDDR3的版本 那和我们手里的这个比起来的话 性能还是要差上一大截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买的话啊 还是要注意千万不要买错了 那因为这张GTS450和这张HD6770呢 它本身就不是同价格的东西 所以说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对比 那接下来的话就只能用性能来说话了 那这里声明一下 接下来所有的测试都是在显卡默评状态下进行的 毕竟我也不想让这两张超过10年高龄的爷爷被显卡啊 在我手里暴毙 那为了不让其他硬件成为测试的瓶颈 那本次我们测试所用到的平台是11代的i9 1190K 搭配华弦的J590 Pro4主板 内存为两根实权的名神DDR4 3600 C18马甲条 CPU设置全合4.8GHz 当然这两张卡的上限其实都很低啊 即便是用主频就三年级的E5或者E3 都是能很轻松吃满的 那首先在鲁大师经典版中 TTS450的跑分为22197分 HD6770的跑分为27798分 看来Happy Master鲁似乎认为HD6770的性能更强 在代表D31的游戏基准测试的3DMark File Street中 GTS450的途径分为1569分 HD6770的途径分为1649分 貌似还是HD6770要强上一些 那理论性能测试结束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游戏表现 首先是CF穿越火线 在这个游戏中 两张卡似乎都能以较高的帧数运行 两边的帧数都能满足144赫兹电竞显示的要求 虽然HD6770这边的帧数更稳定一些 但无奈它最高只支持到120赫兹的刷新率 所以游戏体验不如GTS450 接着是路亚路 在1080P中画质下 似乎GTS450的帧数上见要高得多 并且更稳定一些 即便是在很复杂的打入场景下 帧数也能稳定在100帧以上 而HD6770这边的帧数基本就在100帧左右 偶尔还会掉到100帧以下 那CSGO我们在1080P最低画质下 分别跑了一遍benchmark 最终成绩GTS450为平均帧91.02帧 HD6770为平均帧81.78帧 GTS450帧数高了10帧 那最后的话 我们也测试了两张卡的4K视频播放 两张卡均能四般流畅的播放并显示弹幕 那通过以上的测试 我们不难发现 那GTS450的理论性能要比HD6770要稍微差一些 但在几款常见的网游测试中 我们的GTS450似乎比HD6770要有更好的体验 那加上它对比HD6770更完美的支持高刷 那我觉得它还是要更强一些的 虽然这张卡在去年宽展之前只卖七八十块钱 但你看看现在哪还有卡呀 100块钱低功耗流畅播放4K视频 支持高刷还能唱完网游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100块钱 这次我真的不觉得贵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人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或者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还望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 我是孙梦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